沈清源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静养阶段 不可以随便走动 如果伤口裂开怎么办 如果影响到以后的射击生涯怎么办 你想让我内疚死是不是 我今天就是要找人给我评评理 多大点事啊 你还找人评理来了 不找人评理 以后你的水果都自己安排吧 我不管你了 平 平 平理 平理 帅哥 你 你女朋友呢 她不在 你看人女朋友也不在 咱回去吧 为什么回 你不是让我横前吗 我现在就问了你 你到底要横前爱竖切 不是不让你竖切 是竖切得不合理啊 帅哥 你给谁们礼啊 网友们都说了 横切切出来的西瓜块 西瓜籽更容易受控的 因为 小心呢 因为西瓜籽通常都是沿着花板 长成一竖台的 这样切出来的西瓜 西瓜籽通常都是在切面上 然后找一个筷子之类的东西 轻松一挑就挑掉了 变成一个几乎没有籽的西瓜 这样吃多少钱 你说是不是 你就知道人家什么网友说的 人家有道理 人家给你切关吗 人家给你挑子吗 我不是心疼你给我挑子累吗 你心疼我 我也心疼你啊 你知不知道 西瓜两头位置味道不一样的 有的甜一点 有的淡一点 有的淡一点 横切可能会吃到淡的 竖切就不会吃到没有味道的了 我不是知道你嘴挑 怕你嫌不好吃还要丢掉 多浪费啊 辛苦爸爸了 帅哥 是不是我说的比较有道理 我 我不知道 我在给我们家唐欣挑火龙果籽呢 给火龙果挑子 这都是你挑的 好 输钱 输钱就输钱 必须输钱 这还差 以后咱们家只有喜欢没有啊 你早就该这样了 这么久了 不是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我想上厕所 你的单人病房里什么设施都有 别再瞎跑了 你这样子影响恢复 快回去吧 我扶你啊 来 慢点 十六床的病人你怎么出来了 你的腿不能乱走 走 跟我回房间去 来 quay 吧 去 十六床病人 你干嘛去啊 你现在这个状况不能随意到处乱走 你知不知道 走 快跟我回去 走 十六床的帅哥不太对劲啊 是不是呆得太闷了 也对 运动员精力旺盛 有可能确实躺不住病床的 我们多盯着点吧 好的 十六床的病人 你是哪儿啊 我就去隔壁穿个门 好 进来 把药物清单拿过来跟我对一下吧 好 你看 这上面这个 还有这个 里头 的 小美 把十六床病人丢好 好了 主任 好 再见 好 再见 这个是十六床 对 我过去看一下 护士 我想咨询一下我男朋友的病情 你怎么坐上轮椅了 大夫 快快快 怎么了 快来快来 怎么了这是 我这头疼 头疼 我看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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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疼特别疼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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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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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医生 那个 他这样老是头疼 他不会傻了吧 不会的 他可说头疼 没出血 没出血 头疼有什么风症吧 你们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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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 别碰的 别碰的 好多 好多了 他要是再傻了 我 美女 美女 没事的 让他不会傻的 你放心吧 美女 你说 他现在这样到底好不好呢 还是说 我应该让他回复记忆 可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万一他想起来一些我接受不了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如果他还没有现在这样对我好 那还不如保持现状 按道理说 我现在就应该回去好好照顾他 不再刺激他恢复记忆 可是 可是我又忍不住想知道真相 所以你宁愿找刺猬说话也不来找我 你怎么来了 你 你腿怎么样了 你超时了 说好的一个半小时你都没来 神情愿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在静养阶段 不可以随便走动 如果伤口裂开怎么办 如果影响到以后的射击生涯怎么办 你想让我内疚死是不是 你别生气嘛 我就想着见你我什么都没想 你天天让我保证这个保证那个 那你的保证呢 说好不要再搞这种自杀式袭击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应该跟你自己道歉 沈军元对不起 好了 气归气 别动人 来 沈军元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 看来 他刚才没有听见 没什么 我刚才去见了丁医生 然后来看看小刺猬 他怎么吐了 吐了 用那个 算了 里ền 那两个 Based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